大家好我是将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视频哈 呃 首先感谢火爆新区酒区 的爱如风 这位朋友给我们的投稿 看一下选将框 呃只能大位对吧 一些选将一般固定了 对吧里点草草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白将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啊前期一条快点吧 一张怪石这个比较火啊 就看前期能不能亮出来开团了 诸葛亮手亮 看他主将这个什么东西 黄元英 这自带祸水的男人和女人对吧 全场不敢出 出来了可能就被咬死了 兄弟你量了 正式宣判你的死刑 飞飞哈 他是被看过的 所以说打在桶上的动画 如果是卫果一定出的哈 一代劳按着开肯定不是卫果肯定不是蜀果 肯定不是蜀果 这个 飞蜀继位的身份了 实际上 我感觉哈 但是如果你万一说他是群雄的话也可以的 桃皮亮出来 骑手翻了一波黄元英 这个是不错的选择哈 让黄元英少一轮死东 和这个 这种非常能生 哇 呃 这个下一个三雪不卖的跳位了哈 场上三个卫果 那后期看有没有人演呢 化妥死了 化妥貂蝉死了 这个对于卫果来说的话 支持非常非常的大 那真呃 桃皮在知道开团了以后 知道这个将是个卫果将了以后 直接顺之位去摸了下架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有毒条哈 这个给他标飞位 他如果是卫果的话给你出来了 这个不是个卫果 有点打脸了 还是个卫 还是个假许 这边呢 许越没有怕背 那个啥 许越没有怕背 背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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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 对对对 这边黄元英英死了以后 卫果就非常的好打 好 再加上这边空桃比较多 嗯 这个翻的不好啊 讲道理啊 后置背 翻后置背 这个不大好 我觉得他的选择 他如果说是想去杀这个位置的话 可以去选择翻一四二 因为假许这个位置的话 还有后期李远 和那个国家的脸洞 对吧 肯定会是 哎 这种这种人对吧 首先你第一点 这个就习惯不好对不对 然后第二点是 人家孙侧 腿短摸不到你 摸得到摸得到 这是一张杖八 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带了一张寒冰啊 还是我看错了 这边直接去刮死炎凉哈 三千刀的结算 顺势还不错哈 是先结算 死亡完了以后 再结算 曹匹的一个翻人 所以说这波孙侧动不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再加上这边有三千刀的情况下 李远扣这么多桃子 你这个就糊了吧 为什么不翻 为什么不刮孙侧呢 你可以保证说 那个叫什么 曹匹能直接打死孙侧吗 这个不稳哈 万一没打死救起来了呢 扒一波牌好伤的好吗 可能你这张三千刀就不存在了 对不对 场上也没有你们改判的 只有张角一个单判 后面空草子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问题 对吧 曹匹和三千刀是非常非常牛逼的 那么样的一个配合 基本上 出三千了以后就是 曹匹若求草对吧 李远的过牌量还是太大了哈 去找一张K牌非常非常的容易 再加上就是桃子也空的比较多 所以说这波李远根本动不了 这波实际上就非常非常的舒服了哈 如果不是这张三千刀的话呢 可能还压不了夹雪 可能会让张角夹雪冻一回合 如果对一回合的话呢 这个就可能就有点伤了哈 因为没有三千刀的话 老师打曹匹的话 你终于没有输出对吧 我想一下哈 如果 如果没有这把三千刀的话呢 可以去刷徐玥完了以后 给徐玥一个屈虎空间 对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 然后给大家带过来一句 这个视频 这个是我今天打的 特别特别特别佩服这个桃皮哈 上去的话 我有点走神 可以给大家讲的不是很清楚 这句话啊 感谢 感谢五谷风灯一区江颖城 B这位朋友给我们的精彩投稿 大家鼓掌 好了 我们来看接下来的内容 前期还是调四倍速快点过哈 旋降真击下猴盾 基本上凉凉 起手看挂连弩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动作 不能飙身份 呸呸呸 挂罐屎 这装备都起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哈 到我的回合啥东西都没有 丢久了哈 留沙房南蛮 留无限房万箭 因为我起手没有准备送秒人的嘛 但是后只为一个赵云出来这么敢 我就特别不开心了 然后我们家徐晃说 诶 听说你干我们卫国一朵花 把你打的叫爸爸 对不对 然后就帮我干了一波真剂 去乐了后置位的草皮 徐晃没有去乐 我觉得有点奇怪呀 给我的话肯定是乐这个位置了 草皮 草皮翻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肯定翻151 151翻完了以后 然后让我进行一个联动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四倍数大家看不出来哈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一五一一 犹豫了很久很久了以后 才出的这张闪 我就想着他可能是也了 或者会慢点发 我觉得这个 大概打的有点奇怪哈 我们来编排他一下 我们来编排他一下 我们开始扫了 扫天了对吧 你看 他不给自己过牌 我觉得这个好奇怪 打的叫爸爸也不过牌 我 然后我就开始想着 我说他应该是有一张顺 想去顺我的冰和乐 我我我还有一张乐哈 这个位置 看不出来的哈 这个位置我还有一张乐 这个应该是个bug问题 显示问题 我吃了一张乐的 反正给大家讲 这边 灯岸因为死的时候 没有送桃子 所以说有点奇怪啊 然后 这边我们肯定要保草皮的 因为皮盒嘛 对吧 三打五必须要带草皮 带不动草皮 根本就赢不了 点尾草皮 看他能有些什么样的配合 这个直接打了暗将了 想去收暗将的一波尸体 但是打出来一个卫国哈 非常的 难受 不不不一个野家 野点野家 不算是卫国了 你看我是有乐不思蜀的哈 给大家看一下 先乐在冰哟 这波月进他藏了两个天 也没有顺出来 我觉得有点奇怪啊 打的有点问题 我这个位置 这个问题不大 对吧 呃 眼看着卫国是一个崩盘局了 看我们怎么打呢 这边徐晃 因为他自己本身比较薄弱一点 所以说他把距离给了我了 想让我在有一个爆发的同时 这个离间 离间的顺序有点问题哈 先蹬 先月进 然后再曹皮 让曹皮杀死月进了以后 轻易拨盘 这个才是正确的东西 因为 嗯 嗯 月进救起来了 不会怎样 但是曹皮救起来了以后 你们就难受了 留得良田在 何愁不破敌 对吧 这边 这边强拆一波 你看 这 主将没有亮出来 我估计他的副将有可能是小金 因为他气手浪的嘛 所以说 我这边比较难打 但是我还是要去押赵鱼 因为我除了赵鱼 我不知道押谁呀 对不对 因为本身是烈士举了 草皮马上死嘛 所以说挂了一张闪电 然后再加上利点国家状态 这么舒服 甘缝人吃桃去给那个孟霍去过盘了哈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哈 给我的话 我也会这么大 一代狼开出来了以后 吃了一张万剑 虽然说草皮这个时候 残血了我们万剑 翻不出来 对吧 但是我们是已经准备做好了 卖队友的准备了 所以说这张万剑藏在手里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的激活点不在我手里嘛 要么是循环 要么是残血的草皮 反正这个时候肯定没有人打一个带八卦阵 还带一个蹲割的针鸡嘛 这个时候草皮做了一个非常胆大的一个动作哈 冠师傅直接去强拆了一波理点 然后再请理点吃鸡直接带走了理点 这波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哈 讲道理 给我的话 我是绝对 如果我是草皮的话 我绝对不敢进行这一波操作 我真的觉得这波操作理点 这波操作真的草皮真的是 太勇敢太勇敢了 这个是真的真的是打我们卫国 非常值得称赞 以及发扬的那么样的一种精神哈 打卫国千万不要怂 这个时候 卫国有两种选择对不对 曹丕和徐黄死完了以后 送针鸡进一个四人局 对吧 然后和李点 李点针鸡 孟霍赵云进一个二打二的局 这个是第一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就是硬刚 对吧 我卫国投铁不怕 直接刚死李点 然后进一个卫国的大国优势局 这波真的离 这波真的草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哈 他非常非常的果断 给我的话我肯定真的不敢做这个事情 草皮真的厉害讲道理 这波 大家都非常的有问题哈 看到大卫国了以后心态崩了 这边孟霍也托管 绕于离开 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那个啥 我这边起两个桃子 我非常的稳的哈 本来想开一张万箭 去那个 压一波草皮了以后 让草皮去翻了 梦获我们进一个稳的 三打一的那样的一个局 但想了一下 徐晃那边最多空一个桃子 因为一大牢出了酒和无限可及嘛 最多空一个桃子保一下他自己 等一下我们桃子可能不够 保那个草皮加徐晃 所以说我这边直接空桃和万箭 万箭还是没有丢哈 关键时刻的时候可以去卖一波草皮的 并且我这边有一张三件刀 对吧 但是草皮带了一个人王盾 我是个针机哈 所以说有点相冲 这边没有动作 这个时候非常非常虚这个闪电 我生怕生怕炸了我们家皮 给那个草皮也解释一下哈 这是我的祖传的闪电 留着就是队友死了以后 我翻盘的 一妈机 一妈机这边出一个 连弩也没什么太大的一个作用哈 直接去收了赵云 完了以后万箭去打一波 因为我三个桃子肯定一出了嘛 然后让草皮去翻了梦获 我们再打一波输出 这个稳稳的对吧 上一局是三尖刀起作用 这一局三尖刀做一个摆设哈 但是我真的就是出这一期视频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草皮真的太过端了 但它太过照了 过照 它这边又顶了一个头架 没有办法打 我当时想了一个骚掏路 我想着铁锁去锁梦获和草皮 完了以后去杀这张白衣狮子 让那个草皮吃两个头 继续翻了梦获 非常的骚气对吧 那今天的视频给大家带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